南投观光大县细营浮吐年 南投县政府举办2023南投地方特色年菜行销推广会 新任县长许舒华特别变装成最美的棕破塞 一同融入县场氛围 推广在地餐厅的精选年菜 邀请全国民众订购南投年菜过好年 包括副县长王瑞德 秘书长洪瑞智 南投市长张嘉哲 日冠处赖松玉客长 南投县烹饪商业同业工会潘代祖理事长 以及多位观光产业协会理事长都出席共襄盛举 许舒华县长指出 以观光大县闻名的南投县 因为地势与气候的优势 造就了许多高品质而且丰富的农特产品 今年县府鼓励县内美食餐厅业者 将这些农特产品入菜 蓬调料理城一道道特色年菜佳肴 全力推广南投地方特色年菜 他特别要挂保证 推荐给民众 请大家踊跃订购 品尝南投美食团圆过好年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尤其每一年很多的民众在过年的时候 都会去定制很多的年菜 除了说不用让妈妈这么辛苦 最主要也能够吃到很多的自己的过年的大菜 所以这次南投县政府 我们特别委托了跟我们南投县的烹饪工会 潘理事长这边所带领的我们很多南投县的业者 这次跟我们一起来配合的总共有南投县的八家的餐厅 那同时也就由近南大学的一个合作 还有日馆处大家齐心协力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年色的菜色呢 都能够推成初心 那年菜呢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这一次南投县的我们的年菜 除了呢是有这个非常丰富之外 最重要的它非常的有我们在地的特色 南投县我们不只是这个竹笋也好 或者是这个百香果 包括我们的茶叶 其实经由我们厨师的这个技巧 还有他们的改良呢 都能够把我们在地的这些的特产 都能够烹调出不同的口味 所以说这个年菜呢 这一次我们推出的是具有南投地方特色的年菜 所以我想在这里呢 今天的一个记者会的推广 希望让很多不需要再烦恼 到底我们过年的年菜要订哪家 如果可以从今天的记者会可以看到 很多南投县的这个业者呢 他们的菜色非常的丰富 而且呢是非常的具有这个商业的信誉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订购跟采购 希望让大家可以过个好年 这次地方特色年菜的幕后推手 南投县烹饪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潘代如 总共邀请八家餐厅业者共襄盛举 分别是南投会馆 江卫香客家厨房 成都生活美食馆 享福餐厅 甜妈妈小半天餐访 京都餐厅 韩碧楼大饭店 明园川菜餐厅 在县府一楼大厅展示美味大厨色香味 具权的特色年菜与外带年菜 更是以时尚走秀的方式介绍自家产品 为2023福兔年精彩上菜 我们这一次南投县政府 跟我们基大 我们南投县烹饪商业同业工会 那协调了我们南投县内 有八家的业者来推广这个 我们年菜的这个活动 那各家都非常用心的制作我们县内特有的一些食材的一些餐点 包括我们鱼齿埔里这边的菇类跟角白笋 那竹山这边有我们的笋子跟一些茶的料理 还有我们相当丰富我们南投县的一些特色的食材 来融入我们的年菜里面 那都希望我们全省 还是我们境内的我们南投县的乡亲来订购 来我们的丰富的一个年菜 让大家能吃得健康 吃得安心 来推广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食材的年菜 县议员宋怀林表示 南投各地方都有在地特色食材 像是普里百香果 鱼齿的香菇 竹山竹笋以及茶叶等等 透过厨艺展现 融合在地的食材 开发出许多极具美味的特色年菜 不仅带动地方经济 也为消费者带来营养与健康 同时南投灯会即将展开 欢迎各界到南投上灯 买年菜吃美食 大家过个健康年 新县长有新的气象 我们的许说话 许县长上年以后非常关心我们的农民 尤其是在我们的产业界这个区块 他非常重视 所以利用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要吃年菜 将我们在地的小龙 他的特色跟我们在地的业者 餐厅业者大家一起来合作 希望能够在利用业者过年的时间 让我们的小龙 让他的特色菜能够进到我们的餐厅里面去 让我们这些大厨将他做出丰盛的年菜 分享给我们的这些好朋友 所以所有喜欢过年的好朋友 记得要特色菜 千万要跟我们这八家的业者来合作的业者 跟他来订购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南投最有名的 就是我们的这些水果 这些农业 包括我们的茶叶 山药 这些都是可以入菜的 当然竹山最有名的就是竹笋 冬笋 我相信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料理 也是让我们在吃了油力的菜以后 能够清爽一点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希望 让我们的很多的好朋友 能够吃到我们的好吃的料理以外 也能够吃得健康营养 让我们这些过一个好年 南投好山好水好多美食 到底过年有哪些必吃的年菜呢 业者借由推广会的分享 提供大家一个参考 像是深受民众喜欢的洪雪米糕 佛跳墙等等 结合了在地优质的农特产 开发更可口 色香味 诱人的美食 欢迎全国民众 网路上可订购南投年菜 到南投吃美食 过好年 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年菜的部分呢 是我们八道的菜色 八道菜色呢 是要让大家在新的过年里面呢 就是一起发 那我们呢 推出的部分 是有我们大家一定要吃的 这个鱼翅炖鸡 鱼翅炖鸡 还有呢 过年期间一定要吃的红雪米糕 还有所有的朋友 都亲戚在一起 那每年都会吃的蹄膀 我们今年推出不一样的 我们推出的是一个战斧猪排 让大家吃的不一样的一个肉的质感 那年年有余 是每一年的时候都必须要 吃鱼吃鱼吃的 大家都是吉祥又富贵的 好 那还有我们很棒的一个海鲜的水准 就是我们的干贝 干贝的部分 我们酝酿的在地小龙所种的青花笋 下去做热炒 让大家可以吃到新鲜的食蔬 还有非常等级很高的一个干贝海鲜 那我们的菜色总共呢 是有八道菜色 活跳墙一定也是在里面的哦 活跳墙也有的 还有呢 高蛋白质 很丰富的我们的鰻鱼 鰻鱼呢 是大家都很喜欢吃的入口即化 它是一个双拼的菜色 整个所有的菜色 加起来有八道菜 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 非常的实惠 才只有7800而已哦 7800蓝岛味 欢聚的好滋味 让大家在新的一年聚在一起 八道菜款待你 让你一年里面发大财 对于县府结合八家餐厅业者 推出在地年菜 日月坛国家风景管理处 赖森育课长 表达高度肯定 除欢迎大家订购南投年菜外 也提醒大家 借此到南投 游赏日月坛的湖光山色 有吃有玩 让大家分享南投好地方 好多美食 我想我们今天举办这个 南投地方的特色年菜的一个推广会呢 非常有意义啊 八家一夜整整的真的很不容易 刚好这个年菜的一个推广 让大家可以在 连夜半的时候 也体会到我们南投的地方特色 享受到我们南投的风土美食之外呢 来到了我们那个 假期的时候 也可以到我们的南投来 欣赏我们的南投的风景 每个地方都很好玩 那尤其也可以到我们的 因为谈了 享受我们的湖光山色 台湾民宿协会理事长彭承玉 也肯定县府推出这项特色年菜 让全国各地民众都能认识 以及分享南投的美食 他欢迎全国各地民众 来南投赏风景吃美食 南投其实活动不断 那今天的厂试 是由我们产业联盟里面 我们的班理事长 来做这一个年菜的推广会 那在南投我们有非常多的好吃好玩的东西 那吃的部分我们一再一时才录到我们年菜里面 也希望说透过媒体记者的力量来推广 让全国各地的民众可以来我们这里上风景 吃美食泡好汤 住南投 那再次的谢谢县长给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一同来参与 其实会推动的活动 让所有的游客知道我们南投的美好 先议员曾正言肯定信科县长许淑华有很好的点子 利用各乡镇特有的在地食材 各家小农生产的食材 开发结合八家业者 开发新的年菜菜色 增进农民收益 同时他也呼应许淑华县长 举办的南投灯会 欢迎各界游客 年节网上采购南投在地年菜 有好吃也有好看的灯会 邀请大家到南投赏灯吃美食 我们新人的科广长 对我们这个地方的餐饮业 真的关心 我们就是号召我们专南投馆 有北京的餐厅 来我们管夫家广大的行销 召开计程会推广我们地方各乡镇的特色 比方说 比如说我们堡里有很漂亮的咖啡顺 我们的蜥蜴蜴 有这些我们做行锅 我们南投有很多的这个地食 比如说有我们的 我们的翁蜡蜡 还是我们的地産 有很多我们的地味 广为宣传 今天就召集我们北京 真的特有的这个餐厅 有我们的南投 我们的成都 我们的军庭 几个京的餐厅 都有所有的来 来我们南投馆政府 大礼堂这 展现它的地食 让我们的国人了解 我们南投馆有很多的特色 增加收入 让我们的餐饮业 让我们的旅游业 行李也能够更好 让我们南投馆有很多的特色 一定会让我们的国人 我们这里能够在春节期间 还是我们变成时间 能够来南投馆来 广为来刷土 我们这个联債 可以在线上来订购 还结合我们的灯会 我们的灯会 可以说 在我们的十四中心这里 每一年都 全都很漂亮 真正漂亮 所有的的特色 我们像我们过去的 经营们 项目也都 整个要走 真正这个特色 甚至说 无人籍的表演 还是水舞 今年的特色也真正多 除了精选年菜以外 许舒华县长 也不忘提醒 全国各地游客 112年1月14日 到2月5日 闪耀登场的南投灯会 利邀生活大小朋友 喜爱的卡纳赫拉卡通兔 再次现身 要在福兔本命年 以最精彩的水舞 无人机 及美不生收的花灯 花海迎宾 兔年有十天的廉价 许舒华县长 欢迎大家到南投旅游 赏花灯 吃美食 泡温泉 享旅数的无尽欢乐 那尤其在这个过年期间 南投县政府 我们一样会举办 南投的灯会 吸引更多的人潮 来到南投 那这次呢 大家非常喜爱 小朋友的卡纳赫拉 也是会跟我们一起用 透过无人机的表演 让更多的小朋友 可以非常的开心 兔年又是 今年的本命年 所以希望呢 透过这个 我们南投灯会的推广 让更多的人来到南投 品尝我们当地的料理 所以不只是 年菜的采购之外 如果来到我们各地的餐厅 你都能够品尝到 我们在地的各种不同餐厅 所推出的特色菜肴 在这里欢迎大家 来到南投过好年 一起来品尝南投的好料理 请上菜 各位所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炒 藉由南投在地特色年菜的推出 也邀请各地游客 参加南投灯会 今年灯会将延续去年 卡纳赫拉的小动物热潮 让游客 有玩 有吃 促进消费 达到带动南投经济效益的目的 民意新闻 王水仙 专题采访报道